有民众拍下伞兵正在天空进行例行训练 但下一秒却消失在画面中 等到回过神来竟然有飞行伞卡在树上 还有身穿橘色飞行服的人受困 事发就在屏东潮州上午8点多 民众到校园做运动 意外发现有三名伞兵偏离了航道 由于附近就是潮州跳伞场 距离迫降的光春国中有1.2公里远 因此发生这起意外当地人都很讶异 校园里树木上的树叶随风摇曳 就连玉米田也随风摆荡 屏东上午刮起强劲风势 这次散避意外迫降到校园 是否与上午各地刮起的强风有关 实际询问恒春气象站 常理来说散兵有固定降落的范围 这次意外偏离航道 好在无人受伤 只是究竟为何会发生 军方还要调查厘清 民事新闻 红明生刘允淳 屏东报导 任何事主要 谢谢观看